这是我在上海居家办公期间完成的5平米 书房暴改 游戏 办公 阅读 甚至吃饭 这里基本满足我对梦中清房的所有要求 至于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整个书房 以及我是如何一步步把它改造出来的 那就要从头 哦不对 从我的腰开始说起了 这是我连续居家办公75天后身体发生的变化 寒胸头背 头前倾 脊椎和腰部的负荷变大 特别容易感到僵硬和疼痛 我当然不想以这样的姿势办公 但是没办法 家里实在是没有适合办公的空间 的设备 所以我剪视频只能依赖客厅55寸的智慧屏 盘腿坐在茶几前 并在每天8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 一直保持这个异常费人的支持 过去两个月的8条视频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 我不能再这样想去了 因为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腰背 已经越来越不舒服 万一我的腰废了 那我就有了一个废腰 这不废话 所以我必须想办法在家里 凭空造一个书房出来 厨房太吵 玄关太小 卫生间 不怕得治疮 我只要拿来休息 当然也不适合办公 那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在餐厅办公吧 诶等等 谁说不能在餐厅办公吧 在居家期间 我们餐厅的使用频率 其实并不高 眼下我急需感到出一个书房 这里再适合不过 当我把这个想法 和Steel Kiss 试卡的朋友说了之后 立马心心相依 他们当即表示 帮助酒座族减少身体劳损 正是他们一直所坚持的 并决定顶着物流的压力 用几台电动升降桌 和人体工学艺 就这样在上海物流 还没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我又坚持在客厅工作了十几天 终于在我的腰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收到了两个 巨大 巨重的快递 然后是 尼摩斯 手里摩斯 躺在地上 手里摩斯 终于费老鼻子进床 伸张桌 我的腰也雪上加霜 还好椅子不需要瓶装 拿出来就能用 其实放在平时 都有专门的师傅上门免费安装 但没办法 毕竟封控 只能自己上了 然后再动手改造起来 为了确保功能合理 我还用到了blender 对这个空间进行简单的设计 餐桌餐以为除 高八台保留作为扩展桌面 可以很好的配合升降桌使用 另外通过墙面具物架 来扩充书房的收纳 尽量弥补贵子不足的缺憾 书房开阶2.5米 升降桌长1.2米 八台宽40厘米 留下90厘米走道开口 这样的格局 既能保证书房空间的独立性 和安全感 也不影响正常通行 在翻马字的时候 升降桌可以调到手肘的高度 这样人的手肘和手腕 都可以很自然地得到支撑 减轻手和肩膀的负担 如果你的工种需要长时间 对着台式电脑 比如视频剪辑 程序员 也可以在久坐后 把升降桌调到适合站立的高度 这样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的僵硬 让下肢 腰部和肩颈 都得到揣积 CUCASE这把JESCHIER 人体工学艺的可变属性 也让这个空间的功能性 更加多样化 并且可以随时切换 早上适合工作的专属模式 午后适合躺平的摸鱼模式 深夜适合大陆团的游戏展模式 睡闲适合阅读的静音模式 领导领导 看这个饭呢 餐厅没了 我们在哪吃饭呢 蹲在茶几边上吃吗 再想想吧 都可以戴老师友善地提醒 我才发现自己现了一个误区 我老想着把餐厅改成书房 我为什么不能全都要呢 升降桌选上90度贴墙 让使八台书架 人体工学艺 这样还有很大一份的空间 可以换我和戴老师的双人小餐桌 摒弃原本书房封闭的思路 把格局打开 这样一来 I型的空间就能变成利用率最高的 游行空间 多了一个书房 餐厅也能保留下来 如一所见 这个改造方案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复杂的定制 毕竟因为物流的关系 手机的资源非常有限 但这恰好又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测试 测试在没有复杂空间改造的情况下 单靠人体工学椅和升降桌 能不能彻底改良我的居家工作状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赵收工房 除了两个大件 为了让这个书房更好用 我也想见办法在海鲜市场上 淘到很多二手 因为特殊时起码 买了很多东西 就是发不进去上海 我甚至只能选通城普通 还有可能通过抛腿收到货 万幸我最后还是淘到了一台 4K屏 机械臂 屏幕增高价 桌面音箱 连鼠标垫和台灯都是二手的 但我只能说 真小 不过可惜墙面制度价实在买不到 万幸这会我还是飞进周折 淘到了一个桌面洞洞板来代替 一个书房加餐厅的复合间空间 就这样诞生了 在使用一个星期之后 我后悔了 为什么我不早点改造呢 如果说之前的办公体验 是在尼沟沟里被泪蛤蟆按在身上爆打 现在就是躺在云层里 看天鹅跳舞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 但没办法 我之前的办公环境起点真的太低了 任何一丢丢优化都足以让我敏感的像一个弯乐公主 更别说一下子用了这么多新玩意儿 幸福感瞬间拉满 桌子椅子先不提 但这个掏来的二手机械臂都让我玩的停不下来 顺带还能做个护检操 而升降座搭配人体工学椅更是可乐嘉宾 久坐时他们一起为我自身起一个健康的姿态 与之前的姿势相比 现在我的手肘手腕头颈腰背都能受到力的支撑 而且通过调节座椅的椅背 扶手坐高坐身以及头枕 可以适应不同的身高形体 构建出不同的舒服坐姿 另外的朋友还告诉我说 这款椅子之所以叫Gesture 正是因为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Steel Case 通过全球千人调研观察得到的 现代人常用的九种姿势 其中我最中爱的当然是 躺平游戏时和蜷缩手机时 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在这种极端姿势下 这个椅背除了简单的支撑 还能紧贴我的背部曲线 腰部也不会悬空 至于坐垫坐起来 难以适中 你看我家猫就很喜欢 另外通过实践发现 餐厅和树房共享空间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子 因为办公和吃饭的时间 本就是错开的 而且之前我们那个餐桌太大了 实际上我们两个人 一个小盐桌就够了 完全不占空间 另外哪怕代老师有临时办公的需求 只要我切换成站姿 我们俩同时办公 也完全不会觉得拥挤 以上就是这一次 究极折磨的改造了 你认为可以打几分呢 那总之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他成功的为我创造了一个 颠覆性的居家办公空间 其实回想之前 每当腰背酸痛的时候 我常常习惯性的 摊在地毯上缓解压力 但这个姿势特别容易 让我陷入一种忧郁的情绪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生活上的负面情绪 也越来越重 但在新的空间工作之后 慢慢变得有所不同了 晚安不顺 我可以靠在椅子上睡一会儿 剪辑太累 我可以切换成游戏姿态默默鱼 视频点赞太少 我可以在阅读中 与白票官们和解 一个空间一个姿势 所带来的改变 远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 我现在真的非常后悔 没有在居家办公的第一天 就极其他应有的重视 那相信不少人 可能和我一样 忽略了说谎的重要性 但请放心 错并不在你 他就像小时候 经商生病的体育老师 太容易被其他科手所取代 吃饭 睡觉 看电视 好像都比他重要 但是当居家办公 在过去的三个月成为刚需 一把椅子 陪我们躺过居家的肚子如年 一张书桌 见证我们工作的起起伏伏 沉默过后 我们终于能走出家门 默然回首 这段遭遇 也许会被淡忘 但你绝对忘不了书房里 那个认真专注的自己 所以无论如何 请善待他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民调老人 就做他的话 帮转发 点赞 评论 我是刘娃 关注我和家庭和城市 一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